各位观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0月25号上午10点整 那么,举世瞩目的薄熙来上诉案 就在我身后的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2审判庭开始审理 整个二审庭审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 在庭审开始前半个小时左右 压解薄熙来的车队在外国记者眼皮底下驶过 然后驶进了山东高院 和一审不同的是,二审没有现场直播 也没有电视直播,也没有微博直播 只是在11点30分左右 有山东高院发言人向记者宣布 依照征华人民共和国行事促送法 第225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诉裁定为终审裁定 在外国记者得知这一消息的之前 中国大部分民众早已经得到了这条新闻 从央视晚些时候播放的新闻画面来看 薄熙来面带微笑听取了判决 他似乎没有机会做最后的陈述 被两个法警匆匆压了出去 如果历史是一本书 那么时间就是一张纸 在2013年中国的这张纸上 薄熙来案的审判将是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在这张纸上有默写的谎言 也有学写的秘密 这个案子写满了阴谋 写满了诡计 写满了荒诞 写满了无耻 济南对薄熙来的案子 虽然已经宣告结束 但是法官的一声垂响 薄熙来的拳头 望天不服的眼神 将永远被定格在中国近代史的镜头上 很多外媒记者都认为 事情并没有结束 薄熙来的垮台既暴露 而且又加深了派系缠身的 中共高层的裂痕 美国之音VUI卫视记者东方 济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